复婚和二婚,哪个更幸福呢? 这好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再婚,担心两个人合不合的来 复婚呢,又怕走 以前的老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纠结 能刷到这个视频,说明你我有缘 留下一句,婚姻幸福,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去年有一位85年的女士找到我 想问一下,该复婚还是该二婚呢? 一个是离了两年的前夫 另外一个呢,是今年女士认识的一位男士 两个人情投意合,女士还觉得挺合适的 但是就在半个月前,她前夫回来 求她复合,跪着跟她说自己后悔了 然后呢,想跟她复婚 祈求女士原谅她以前的所作所为 被男士这么一说呢,这女士啊有点心软了 但是因为已经遭受过一段糟糕的婚姻 导致现在又不敢轻易的向对方敞开心扉 所以导致女士现在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了 我看了她的深沉之后呢,我就跟她说 你跟后面这位男士的缘分比较合适 跟她在一起啊,会比较幸福 这一次你可以勇敢一点 她就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你离婚的选择是正确的 只有经历前夫这道情节 你才能遇到现在的她 她听了我的话之后呢 现在已经跟这位男士结婚了 两个人也很幸福啊 关键是她一结婚呢 对方的生意呢是出奇的好 还把赚到的钱都放在了她这儿保管 可疼她了 所以你看这一段真正的好命远 从来不在于你是投婚还是二婚 有一句话说的好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其实原配夫妻处的不好 一样相互长心眼 一样不好相处 在婚姻生活当中啊 要懂得有情有心有彼此 这样不管你跟谁过都会幸福 如果你最近也有类似的情感困惑 可以点击置顶评论 加入粉丝群找我看看